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各位同学这个单元呢 我们跟同学谈彩光的部分 那光线呢 在我们摄影的一个过程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必须要藉由光线的这个特殊的处理 或者是透过的一个过程呢 来写你的这个拍摄的一个内容 所以彩光的部分在这边要先跟同学做一个认知 那彩光的基础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说基本上光线 它从外面透过这个我们的底片箱 那必须要藉由这个光线的部分 来完成写的 读跟写的部分 那藉由这个写的部分呢 我们才能让你看到影像的呈现 所以如果没有光线的话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成像 那采光的目的呢 最主要是在一个理想的光环境之下 完成所需要的影像储存 光可以使摄影者完成创意性的表现 有非常多这个特殊的光线 那无论是这个逆光啦 或者是顶光的一个拍摄 都会有具有它的特殊性 那也蛮多摄影师呢 利用特殊的光线来做创意性的一个表现内容 那认识光线呢 就可以控制光线 那也就可以掌握表现出来的一个 在照片上面呈现你想要的特殊气氛 那整个内容上面呢 有关光的部分呢 我们要谈蛮多的 包括照度的基础认知 那光的这个成像原理 跟它的这个单位基础到底是什么 这边要跟同学分享 那另外呢 有关光源的部分 包括正向光 包括侧向光 包括逆光 它都会有一些拍特殊技术 拍摄的一个手法 那这边也要让同学 做一个初步的学习 那或者是 从其他比较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顶光或者是底光 那光呢 当然也有柔和的 也有比较锐利直接的 我们有硬掉光 软掉光 那另外呢 光线打过来 在物体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偶尔也可以去寻求到一些 基本很大型反差的一个拍摄技巧 那这个也是蛮多摄影师 来当做特殊表现的一个呈现 那另外最后面呢 要跟同学分享的是 自然光源的部分 那自然光源在不同的气候条件 不同的色温 不同的这个湿度 温度状况之下 或者是外在环境的时间影响之下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自然光源的一个呈现 这边也要跟同学分享 首先呢 要跟同学谈的是光的照度的一些基础数值 光的照度 照度在摄影学的一个探讨 就是光的强度 那照度呢 就是光线在一定距离的时候呢 散布在单位面积上面的一个光量 所以呢 照度是点光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到底下有几个公式了 包括点光源I 烛光等等 那I代表照度 也就是你单位面积 让你感受到的这个光源 那这个I呢 数值会等于I 出上D的平方 那D就是受光面积 这个点光源的一个距离关系 那I就是点光源的亮度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那好 这个公式在这一页的下方 同学都可以同时看得到 那这个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呢 物理学也有学过 或者呢 同学在学建筑的过程中呢 建筑物理环境里面 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应该要学过 好 我们假设点光源的亮度呢 是一株光的话 那距离这个点光源一尺的地方 好 这个产生的照度 就是一尺烛光 那如果呢 距离增加两尺的时候呢 那这个照度 不会变成两尺烛光哦 好 它会减半减半 变成四分之一尺烛光 好 那这个由来就是下面公式的关系 如果增加到三尺的时候呢 那照度会变成九分之一尺烛光 好 那依此类推呢 光源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呢 距离越远 照度是以平方的反比关系递减的 好 距离越远 照度是以平方的反比关系递减的 好 这个让同学有一个基础认知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谈平方反比定律 好 那平方反比定律是什么呢 好 平方的比定律 如果点光源保持不变 好 就是这么多的光亮 我保持不变的话 距离越远的时候 照度是以平方的反比关系递减 好 所以呢 如果光源在一公尺的时候呢 相机的光圈是16 好 F光圈16的时候 如果光源距离增加为两公尺的时候 那所需要的光圈应该变为F8 好 F8 而不是F11 好 那这个数值差在哪里 好 我们都知道F数值越小表示什么 光圈开得越大 光圈开得越大表示期望我进光量更多 我让这个水龙头做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前面谈过 因为呢 这个时候的照度呢 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而不是二分之一 这个前一页我们也跟同学谈过 好 那接下来呢 跟同学谈的是正面光 侧面光 这一类的采光还有逆光的一个特性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跟同学谈正面采光的特性 好 那什么叫做正面采光呢 摄影对象 面对着光源 所谓正面采光是什么 你要拍摄的目标 它是正对光源的 好 那而不是你拍摄着正对光源 这个时堂同学会搞错 所谓的逆光呢 就是光线正对着你的拍摄物体 光线正对着你的拍摄物体 好 那这个有什么特性呢 光亮明朗的效果 好 那因为呢 太阳直射 好 太阳直射 光源直射 面对着光源 好 这个时候呢 因为比较缺乏阴影 好 光线直射 缺乏阴影 会让主体显得 好 比较没有立体感 比较平面化 比较不容易表现出质感 好 所以各位同学 你可以闭着眼睛想一想 好 你可以发现说 如果我要拍老公公老婆婆 好 脸部特殊纹理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去打一个正向光 对不对 好 因为那个 咒纹就会不见了 好 同样的呢 你去拍摄这个 个人的这个证件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相馆在洗照片的时候 颜色洗的比较白一点 反光度 让它增加 这个时候呢 照片好像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瑕疵 好 那比较不容易表现出它的质感 那人像摄影的时候呢 能够产生高明朗的调子 那高明亮的一个调子 表示什么 它看起来就会比较跳 比较年轻 比较少女 比较亮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配合化妆 来强调它特殊的立体感 那效果就会更好 那底下跟同学谈的是正面采光拍摄的一个技巧 正面光呢 是最容易处理测光问题的一个光源 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 然后因为它没有非常明显的反差 所以只要照着测光表呢 就能够是一个基础值 那也就不用做太多的一个修正 但是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了 因为呢 正向光会让你的拍摄物体呢 缺少阴影 那反差比较小 所以比较不太适合拍摄需要高反差的黑白片 拍白片 如果你用正面拍摄的话 因为它的明度非常的高 亮度非常的高 就显现不出它的特色效果 这个是同学要注意的 日出以后一个小时 或者是日落以前一个小时 这两个时段呢 是应用这个正面光最好的一个时刻 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光线是温柔的 如果拍摄彩色片的话呢 通常会呈现出比较温暖的 比较黄金般的一个色泽 下一个部分呢 是侧面彩光的一个特性 那侧面彩光呢 指的是光源在被射体的左方 或者是右方 从侧边呢 射过来的光线 我们称为侧面光 侧面光呢 有什么特质 侧面光呢 会让你的脸部 拍摄的脸部 凹凹凸凸的部分 会比较有变化 那它可以制造一些 比较局部的一个阴影 那凸显 这个皮肤的一个激励 或者是物体的激励 那效果质感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样子的描述之下 因为有比较清楚的 阴明面的一个区分 所以呢 被射物体的一个立体感的描述力 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好 那侧面光有什么样子的拍摄技巧呢 通常45度前侧光 45度前侧光 是最常应用的主光源 好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特色 人像摄影会非常的漂亮 比较具有立体感 那色调上面可以很分明 反差呢 也比较适中一点 不会很 不会说这个拍摄的时候很难抓 好 那后侧光 刚刚讲到前侧光很好 后侧光的话呢 就可以勾勒出这个脸部表面的一个轮廓 好 那日出以后 好 或者是日落以前的四个小几个小时 好 面向南方或者是面向北方 好 通常可以找到侧面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 那如果要表现强烈的立体感呢 拍摄的时候呢 哎呃 要强调亮面 那可以 可以把这个EV数值稍微做一下减少的一个部分 也可以让立体感增加 好 如果是主要层次在阴暗面的话 好 那要表现它这个阴暗面的一个特性 纹理 好 那就必须要增加一到二级的一个曝光量 好 增加曝光量 好 接下来我们跟同学谈逆光的特性 那什么是逆光呢 光源在被摄物体后 你拍摄的对象 光源从那边来 那也就是说 你的光源呢 正对着你的相机 光源正对着一个相机 逆光摄影呢 最容易得到令人惊奇的效果 逆光摄影容易让人得到惊奇的效果 但是有缺点 测光比较不容易拿捏 比较容易失败 因为呢 这个对着你的相机射过来的光 这样子的逆光其实不太好抓 好 那逆光摄影呢 通常可以有两种表现方法 第一种是剪影 也是我们在作业会希望要求同学去试试看的 测光的部位呢 应该以主体背后的亮部为基础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测光的时候测到的是很亮 所以呢 你的主体是非常暗的 当你的主体非常暗的时候 你通常脸部的纹理就看不到了 你只看得到什么 剪影几个简单的边框 或者是轮廓 好 那你如果呢 希望说你拍摄的一个结果呢 可以造成有这个发光的 这个纹理边边有发光的效果的时候呢 就应该利用主体本身的测光值 利用主体本身的测光值来做一个拍摄 那因为呢 你的测光值认知的是比较黑暗的这一面 所以呢 当亮度后面射过来这个亮度够亮的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这个暈柔的花白的这个感觉 好 好 那逆光拍摄的技巧 如果要拍摄朝阳或者是夕阳的逆光 必须要注意 必须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当你的光直射到你的相机的时候 光度如果太强的话 会让你的电子四相机 好 有所破坏 好 这个是要注意 那所选用的镜头跟所测光的部分 好 也是要注意 好 如果选用呢 长焦距离 好 长焦距离的一个镜头的时候呢 时常会把太阳放大 好 以致影响测光表 好 外面的这个太阳 呃 周边的这个光源 曝光值 好 呃 不一样会影响测光 所拍摄的照片 好 偶尔 好 你会看到 只是一团火球 好 那看不到它的形体 好 而其他部位的一个明度 却会迅速的消退 好 那此时的测光呢 必须将镜头 好 呃 远离强光点 好 那偏测于其他部位 不要让强光点影响测光 好 也就是说你测光的时候 你可能去测你旁边的几个点 然后去判定 那再去做一个调教 好 再按下快门 好 那刚刚谈的是一个长镜头呢 那如果是使用这个广角镜的时候 因为广角镜 这个开阔的一个感觉呢 缩小了强光的一个面积 减低了强光的一个密度 那这个时候呢 测光就可以比较准一点 但是呢 通常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呀 你拍的这个细阳怎么 那一颗 那一颗这个蛋黄这么小 因为你利用的是广角镜头 OK 好 拍摄夕阳或者是朝阳 好 在沙滩上的时候 测光到底应该 应该用夕阳为主 还是沙滩的湿地为主 好 标准答案是应该用湿地为主 好 湿地的曝光值呢 大约比天空暗两格 好 如果是天空为测光基准的话 那湿地会曝光不足 湿地会曝光不足 那曝光不足的情况之下 当然你就会发现 哎 你的地平面是比较黑暗的 好 逆光摄影的时候呢 如果要表现出主体的层次 可以使用闪光灯 或者是反光板 来做一个补光的效果 并且注意防止光线 直接照射进入镜头 以免产生炫耀的光感 好 那效果就会减低 好 底下跟同学谈的是 顶光跟底光的部分 顶光跟底光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 光线的一个来源 那光线位于被射物体的上方 称为顶光 顶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常常会在被射物体上 造成非常强大的阴影 那用于人像摄影 这个时候呢 人的脸部的鼻子下面 眼眶啦 该下等等 下巴下面等等 就会非常有浓的这个阴影产生 那这种光线呢 通常我们在拍男生 男生是比较适合的 表现阳刚啦 粗犷啦 这一类的男性个性 那日正当中的太阳呢 常常能造成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呢 由于阴影浓厚 常常会产生侧光的一个偏差 造成侧光不足 务必要去做修正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广告 在拍摄男model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在这个阳光沙滩边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时候呢 具有非常强烈的顶光 那你就可以去创造这个线条的美丽 那底光呢 就是光线是从下面往上打的 那这种状况比较少被利用 那通常来讲会呈现一些比较奇怪的戏剧效果 那可以呢 这个利用这个白色的压克力 静物价好 来做静物摄影的无影彩光 静物摄影的无影彩光 所以他通常拿来拍商品 那这个都会呈现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比如说在橱窗里面 这样子比较透亮的感觉 OK 底下跟同学谈光值的部分 光的品质呢 类型非常的多 光值的部分呢 所谓的光值就是光线受到外面物体的影响 改变原来它既有的性质 比如说呢 透过某一些物体以后 它去做反射折射或者是慢射 那光值的改变呢 时常表现在光影的呈现上面 我们通常利用慢射啦 或者是折射 就会有一些相对的光影呈现 对影像的气氛呢 塑造具有绝对的一个影响力 那但是呢 跟光的强弱比较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这边就要提到光值 我们底下要谈的分三种光 第一个是硬调光 第二个是软调光 第三个是反差造成的这个光值特性 首先我们来谈的是硬调光的部分 那为什么叫硬调光 所谓的硬调光指的就是 直接照射在物体表面 没有经过其他介质干扰的光线 那最大的特征呢 就是会让物体的明暗反差很大 那同时阴影也很浓厚 那光很强烈的刻画物体的一个轮廓 给予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反差大呢 所以比较难同时兼顾亮面跟暗面的层次 那没有云的天 没有云的天空 这个阳光呢 大概就属于阴调光 它是不温柔的 它是不温柔的 但是有云的晴天呢 阳光透过云层的一个扩散 那气氛呢 就没有像前面那么的硬 那甚至呢 透过这样子 比较浓厚的云层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某一些曼射光 那人工光源的闪光灯呢 如果不经过处理的话 那光源常常被视为硬调光 好 第二个部分呢 是软调光 什么是软调光呢 光线不是直接打在物体上 而是经过转换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些比较柔和的光线 称为软调光 好 那软调光有什么特色呢 它的反差比较弱 比较没有 明显的阴影 那当然也就会比较柔顺 对暗部跟亮部之间的一个层线关系 层次关系比较容易坚固的去控制它 好 那通常呢 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反射 折射的一个部分 来做所谓的间接光 那间接光通常就是软调光 最常用的 最常被用的 那进阶光的部分又分为反射光跟扩散光 好 那我们先来跟同学谈一谈软调光里面的扩散光 扩散光呢 光线透过中间戒指以后呢 再投射到物体上面 光会比较柔和 反暗 反差比较小 明暗的反差比较小 光线会比较融合 柔和一点 那扩散作用呢 会随着中间戒指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比如说呢 你中间戒指 比如说灰尘有多厚啦 比如说下雨啦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戒指的部分 好 在室内摄影的时候呢 时常利用白布或者是描图子 来做一个扩散的戒指 那比较不会产生阴影 也就是我们所称为这个无影灯 好 薄云的晴天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这个云层呢 就是非常好的扩散戒指 那越后的云层呢 那经过非常多重的一个改变 通常可以拍摄出一些非常特别的效果 那软调光里面的反射光呢 反射光呢 是所谓光不直接投射在物体上面 而是呢 我去借由另外一个物体 反光以后再转换到被被射物体上面的 那当然光也会减弱 也会比较柔和 反射光呢 会随着反射物体的一个材料 具有不同的变化 当然 它的软调上面会呈现不一样的一个特性 好 如果你是粗糙的一个反射表面呢 那慢射的作用会比较大 光影呢 反差比较柔顺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光滑的反射面的话呢 那慢射的作用呢 比较小 通常来讲 光影的反差也会比较强烈 好 在各种不同的摄影棚中呢 时常会把灯光先投射在反射闪 或者是反光板以后 再反射到被射物体上 那这个时候呢 光线就会比较柔和 阴影会变得比较淡 适合作为辅助光或人像摄影的光源 好 那这样子的特性呢 我们都称为软掉光的部分 好 底下我们来跟同学谈一谈 另外一种叫做反差 那所谓的反差呢 是决定最亮或最暗的一个摄掉关系 反差强的话 指的是光线在主体身上 所呈现出最亮部位和最暗部位 在照度变化差别很大的一个状况 那而且由最亮到最暗的转换过程中 变化非常的锐利 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反差大 反差大 那也就是亮暗之间的调子呢 它是不丰富的 它不是慢慢变化的 它是急剧变化的 反差弱呢 表示最亮部位和最暗部位呢 中间的一个照度变化差别不大 是慢慢慢慢的转换 转换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的柔和 色调可以比较丰富 好 一般而言呢 软调的光源呢 会产生反差较强的光线 好 再讲一次 一般而言 硬调光源会产生反差较强的光线 导致阴影比较浓厚 变化比较少 而软调的光源呢 反差比较弱 好 阴影会比较淡 变化会比较丰富 可以制造出比较柔性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生活中拍摄的过程 我怎么样去控制反差的部分 好 那第一点我们谈到 人眼啊 好 人的眼睛 我在看亮位跟暗位的明辨能力 大概是200级 好 但是透过相机 或者是测光表 大概只有50级 好 所以呢 哎 相片看到表现出来的结果 跟眼睛所见的 大概不太会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控制 反差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怎么样去控制呢 第一个方法改变光的值 也就是改变硬掉光或软掉光 好 第二件事情呢 改变照明光源的大小 好 你可以去利用反射折射或慢射的一个方法 第三个 改变照明光源跟被射物体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 距离去改变它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两个 好 右边这两个状况 好 右边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人 好 所有的尺度是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什么 好 因为光线 好 我们去设计不同的光线 产现 产生出不同的一个 啊 软掉光或硬掉光的一个效果 好 那硬掉光通常来讲 会让人家比较鲜明一点 好 好 会比较鲜明一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 好 硬掉光 好 它的变化非常的急剧 好 好 所以这个单元呢 跟同学谈的是自然光源的部分 包括一些基础的知识跟打光的一个方式 好 跟我们产生光 好 对于拍摄物体的一个效果 啊 并且跟同学谈到你如何去控制光线的部分 好 那我想 呃 这个单元同学对光应该会有一个基础认知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来谈光源的部分 好 光源的部分 好 只要有光呢 就可以做摄影 好 那只要有光就可以做摄影 好 这句话你要非常的注意 黑白摄影的时候呢 对光源的考虑呢 只有光的止焊量 好 那彩色摄影的时候就多了色彩的变化 自然光源之中呢 色彩因素的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呢 因为色彩彩度等等不同 好 它的这个控制 好 会比较具有多元的变化 好 比较不是那么单一公式性的了 好 好 摄影方面呢 啊 摄影专用的人工光源 好 在本质上 不论在光的质或量 还有色彩 都比较容易被人控制 也就是说 自然光源以外 最受摄影者喜欢的 大概就是在摄影棚内拍摄 因为它的光源是可以被你控制的 好 自然光源的部分呢 我们谈自然光源指的是太阳光 它是摄影者最常使用的一个光线 太阳光呢 会随着时间 地点 季节 天后 角度 等等这些因素 那它的变化 呃 它的值跟量 跟色彩部分都非常的多 那由于变化因素很多 所以呢 是表情最丰富的一个光线 对于摄影者而言呢 充满了挑战的趣味 好 那我们底下跟同学谈的是特色自然光的部分 好 那首先要跟同学谈是日出和日落时分的部分 太阳光斜照光线必须穿透比较厚的一个大气层 所以呢 会绿掉很多的蓝光 好 那是光线会含有比较多的红色和橙色光 好 那对于光度的部分我们前面 好 蛮早以前跟同学谈过 好 好 整体的光线呢 色温是比较低的 容易使这个摄影的影像偏红偏黄 好 比较温暖掉的感觉 好 那太阳升起的时候呢 光线透过的大气呢 比较薄 光线中呢 含蓝色的光成分比较多 色温比较高 所以呢 被射的影像呢 会偏蓝色掉 好 会偏蓝色掉 好 比较特色的自然光 第二个部分要跟同学谈的是 晴朗的天气的时候呢 太阳光线直射在被射物体身上呢 产生浓厚的阴影 让反差产生强烈的一个特性 好 那薄云天或阴天的时候呢 光线经过这个云层的一个扩散 光线会变得比较融合 好 比较柔和 比较均匀 通常呢 会使光影反差减弱 好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软掉光 好 那阴影呢 也会变得比较淡一点 好 好 那最后面呢 要跟同学谈的是 环境温度湿度也会有所影响 好 大气的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 太阳的光线经过水分子的一个扩散 容易使景物上面蒙蒙的一层雾气 好 那影像的清晰度会降低 天空的湿度呢 比较小的时候 好 比如说你去台南 好 那同样是在冬天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 影像拍起来的清晰度呢 会比台北还要漂亮 好 好 那这两种情景呢 在风景摄影的时候呢 通常容易造就一些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一个气氛表现 好 那底下我们谈这个光的照度的部分呢 大概从光的照度一直到刚刚我们谈到自然光源 从反差自然光源都谈完了 那希望同学对光已经具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那你也可以利用光线的一个反差或者是融合特性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度 好 空间摄影与应用这个单元讲述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